好来看到凤林镇中正路二段 曼城公园附近的排水系统 建置在60年代 由于排水系统过于狭窄 为了改善雨季来临时 可顺利的提高排水功能 凤林镇公所在112年底 发包70公尺长的排水沟改善的工程 近日完工了 那么未来遇到大雨的时候 附近居民就不用担心排水系统 无法及时宣泄好大雨 而造成淹水的情况 凤林镇中正路二段有一条 建置在民国60年代的排水沟 由于年代久远 排水沟过于狭窄 每遇好大雨 无法及时宣泄雨水 经常造成附近路面淹水影响行车安全 因此凤林镇公所编列工程预算80余万元 进行排水沟的改善工程 增加了排水沟断面 提升排水流量 改善了凤林镇市中心的生活环境空间 这次我们开发之后才赫然发现 既然我们还有民国60几年 当初省政务时代所做的一个沟集 那它的断面原则上都已经连接不上 那而且在很小的水沟里面 我们旁边的树根又整个已经往下延伸了 所以说造成整个的流水完全是不通胀 那这次在我们代表会的建议以及里长建议之下 我们这次公所利用我们的小型工程的一个开口的企业 我们来全面开花 那开花现在来施作 也发现我上述所讲的问题 那我们这次也所有的排水沟来重新做一个新的一个设施 那在以后的墙降雨 那我们又碰到了还有一个以水的下水道 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闸门 如果在墙降雨的时候 我们把闸门打开 那所有的水应该都可以下到那个下水道 那如果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把闸门关起来的时候 我们本来的流水就可以再往着我们中正路来向北来延伸 那借由这次工程的改善 我们希望能够在墙降雨的时候 我们可以四季不再淹水 那平常的时候让我们商家 我们店面前的水沟都能够有水的进出流量 让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整个的空间 空气更好一点 凤临镇中正路二段排水沟改善工程 该路段排水沟断面不足 改善之后排水沟就能够在平常时间 将排水沟内的污水顺利排出 借由排水沟的改善工程 在墙降雨来临时 就可以避免淹水的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林杰 凤临镇 采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